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李静综合报道 中国水电涨价潮蔓延路媒报背后原因 继中国多地爆出燃气表增速 导致用气费用涨价及高铁涨价后 近日各地再次传出上调水电价格的消息 令民众不满 有路媒分析 现在地卖不动了 上级政府也没钱了 就只能大家一起承担财政支出了 广东接西线电价翻倍上涨 引舆论关注 第一财经5月12日报道 近日广东接阳市接西线后浦村村民 反映了电价翻倍问题 后浦村的村民在网上反映称 该村居民用电的电价 从原来的0.3元每度涨到了0.68元每度 且电价随着用电量的增加而上涨 据村民介绍 此前电价为0.3元每度 是因为村里老人曾为当地政府修建水库出过例 与地方政府签订了合同 享受电价优惠 但供电部门接管当地电网等电力资产后 相应电价采用同网同价 执行居民电价缴费 电价0.68元每度 这让村民感到难以接受 目前 全国居民用电执行阶梯电价 主要分成三档 其中 广东接洋居民用电的价格标准是 第一档价格为0.678元每度 第二档价格为0.728元每度 第三档的价格为0.978元每度 公开资料显示 厚浦村地处阶西县河浦街道中西部 距离县城两公里 村民以务农为主 部分从事工商业 上述村民表示 当地平均工资为2000元 电价涨价后 家庭在夏天的电费支出较高 给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多地传出上调电价消息 接西县电价上涨事件 再次引发中国舆论 对居民用电问题的关注 除上述广东接西之外 湖北 四川 江苏等地 也传出有关居民用电 要取消股风计价 改成分段计价的消息 据大象新闻报道 近日 一则有关居民电价调整的消息 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该消息称 6月1日起 取消股风计价 改成分时段计价 而且电费涨价了 发布该消息的网友 IP地址为湖北 其发文称 电费涨价了 电价调整从2024年6月1日起 取消股风计划 改成分时段计价 文章称 分时段计价 共分为5个时段 早上8点至12点1.08元 12点至17点0.68元 17点至21点1.08元 甚至称还有20天的缓冲期 另据东方网报道 近日 一段上海6月1日起 取消股风计价 改成分段计价的电费涨价内容 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 根据积木新闻的消息 进入5月份 黄石多个小区群内 一些业主纷纷转载着一则提示 从6月1日开始 居民电价将取消股风计价 改成分时段计价 电费涨价了 实际上 据中国城市报报道 仅2023年 就由北京、山东、湖北、辽宁 宁夏、新疆、甘肃、福建 河北、安徽、云南、青海等 11个省份出台了 关于分时段电价的新政策 多地高铁涨价后 各地上调水费 除电价调整外 水费也在蠢蠢欲动 据澎湃新闻报道 5月9日 在广州市举办的 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 听证会上 17名代表中 有16人赞成广州发改委的 上调水费改革 网易5月12日 发表数字财经智库的评论文章说 举办听证会 只是走个过场 其实 大多数网友并不是真正关心 广州的水费上涨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 涨价潮会蔓延到自己的城市 导致生活成本上升 文章说 在水费之前 燃气价格、高铁价格、电价 都已经开始上涨 预计会有更多的地方 调整水费 此前 安徽省同龄市、福建省石市市、湖南省永州市、湖北省香阳市 先后发布通知 上调供水价格 作为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 高铁也开始上调价格 中国铁路12306官网近日发布四则调价公告 宣布武广高铁、护航客专、护坤客专、航永客专这四条高铁的动车组列车从6月15日起涨价 一二等座涨幅20%左右 商务座最高涨幅接近40% 重庆燃气公司晒业绩引爆燃气表增速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重庆燃气公司曾于3月4日发布业绩公告 该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总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 而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暴增824% 重庆燃气公司利润突然暴增 引发舆论质疑或与燃气表增速有关 当地部分市民上街维权抗议 在舆论压力下 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进入涉事企业 不久 当地居民发现自家的燃气表明显降速 从今年初开始 重庆 四川 江苏常州 安徽合肥 江西南昌 广东东莞等地民众 就已经开始反映家中燃气表增速快 燃气费暴涨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3月份 中国电力 热力 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 实现利润总额增长40.0% 数据显示 当局垄断的水电 燃气等民生产业 实现利润增长幅度 超过汽车制造业 成为最赚钱的产业之一 上述网易文章认为 过去中小城市靠卖地 加上上级转移支付 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大多数中小城市 财政承压 现在地卖不动了 上级也没钱了 到处要花钱 怎么办 那就只能大家一起承担了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 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 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